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市场行情不好是一方面 但是心态的影响其实更大 他在巨额亏损到还上20万美元的时候 急于翻本 负债以后又着急还钱 归根结底是焦虑的情绪 让他失去了耐心 他之后也总结说 除了知识以外 耐心比任何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实际上耐心和知识是相辅相成的 那些想通过投机获得成功的人 应该学会一个简单的道理 在你买入或者卖出之前 你必须仔细研究 确认是否是你进场的最好时机 只有这样 你才能保证你的头寸是正确的头寸 人毕竟不是机器 在焦虑的情绪状态下 是很难做出理智的判断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现在的投资模型都是右侧交易 因为我要保证 尽量买进去就是赚钱的 判断错了要及时止损 其实我最开始也是左侧交易 信奉的是越跌越买 好在这几年运气比较好 只要不是太烂的公司 基本上都能回本 但是这样的交易策略 是完全不利于身心健康的 看着账户在不停的亏钱 你的心里很难没有波动 于是我开始改变策略 不去尝试抄底 而是斩断亏损 让利润奔跑 这里扯得一点远了 核心思想就是 如果你在交易中 观察到了自己的焦虑 一定要想办法调整 但如果你尝试了 很多的方法都没有用 那很有可能 你的交易策略 根本就不适合你 你需要做的 可能是改变你的交易策略 我个人觉得 持续处于焦虑状态下的交易 是走不远的 我们在聊回那几个债权人 想要要回钱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可是这种围追堵截的 要债方式真的未必可取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笔小钱 省是省不出来的 我在国内有个朋友 之前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后来经济不景气了 他也误判了市场 导致了公司破产 并且以个人名义 欠了一堆外债 大概有个几千万 为了赚钱 他找朋友借了些钱 想做点小生意 希望有机会能够东山再起 可是他刚存了几万块钱 账户里的钱 就被法院自动化走了 他后来说 这简直是不给人活路了 这种搞法 他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了 积累不到足够的本金 想要翻身 然后再去还钱 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了 利福摩尔遇到的 其实是同样的困境 刚赚到一点钱 就要拿去还钱 这根本没办法 增加本金扩大利润 而这么多钱 靠一点一点的还 肯定是还不上的 利福摩尔当然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要让自己摆脱债务的困扰 唯一的办法 就是请求债权人免除债务 利福摩尔在书中这样说 我鼓起勇气 前去拜访我的那些债权人 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都是我的朋友 或者老熟人 所以拜访他们 对我来说 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我非常坦诚的 向他们说明了我的情况 我说 我并非逃避你们的债务 才走到这一步 而是出于 对我们双方的公平起见 我必须让自己有能力赚钱 我隔三差五的 会想一下这个解决方法